嗨!大家好,我是阿莉莎莎 今天我要來介紹 Innisfree 我最喜歡的四個商品 可是這四個商品我發現都是在台灣賣的還好 在韓國卻大賣的商品 我要來介紹第一個 就是這個花樣綿密純粹 四號跟五號 在台灣大家好像不太會買Innisfree的唇彩 可是這一款可以畫出非常漂亮的乾燥玫瑰花色 台灣今年很流行乾燥玫瑰花色 可是我覺得台灣人畫出來的那個顏色 就是跟韓國的不太一樣 因為我在台灣看到的多半都是MAC霧面 畫出那種極度乾燥 就是真的看得出唇紋 可是在韓國流行的 它只是不發光 沒有油油亮亮的 可是卻不會讓你感覺到乾燥的嘴唇 所以我覺得這一款它可以畫出 韓國那邊流行的乾燥玫瑰花色 而且其實現在韓國已經不太流行 那種很明顯的咬唇妝了 今年韓國是比較流行 整個嘴唇上附有大面積的唇彩 可是它們會用不同顏色在嘴巴上面創造出 若影若現的層次感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把這兩款一起使用 比較淺的畫在外面 然後比較深的點在裡面 就可以畫出今年最流行的韓系唇妝囉 第二個就是 Innisfree的彩妝盤 很漂亮吧 我放了四個眼影 加上一個打亮跟一個腮紅 所以只要帶一個氣墊粉餅 跟這一盒在身上 基本上你出門就可以畫全妝了 像我今天臉上的彩妝 就完全是用這一盒畫出來的 因為我平常畫眼影的時候 會不只畫一個顏色 所以在我買這一盒之前 我也買過很多其他牌的眼影盤 像是這個Labiote的 它裡面的顏色也很漂亮 可是通常我會用的 大概只有三個顏色 所以它們就完全浪費了嘛 可是這一盤 我裡面的東西都可以自己選 你想要放八顆眼影也可以 而且它可以隨時做更換 因為它裡面都是用磁鐵把它吸住的 所以你只要把它原本的盒子留起來 你就可以把它裝回去 然後換新的顏色進來 用這一盒 有一個比較需要小心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的開關做得比較緊 所以在打開的時候 不要太大力或是傾斜 因為它會 我有兩隻刷子 就是這樣掉到馬桶裡面 第三個 濟收韓蘭滋養霜 這一瓶是韓國保養系列的銷售冠軍 我跟我媽都每天擦這個 而且最近你買這一瓶 就會送Nubi的紫色化妝包 打開是這樣子 因為它是取之在極地也可以生長的植物 濟州韓蘭 所以它可以抵抗非常乾燥的氣候 韓國很乾燥 所以我每天都要敷面膜 只要一天不敷面膜 隔天就會脫皮 我後來發現只要我擦這個 就算沒有敷面膜 我隔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皮膚還是水水嫩嫩的 它這一款的味道 是那種大人的味道 擦起來的感覺是這種蠻厚重 蠻綿密的 通常我會先把化妝水擦在裡面 或是先敷面膜 敷完之後 最後一層再把這個擦上去 隔天起來絕對水水嫩嫩 但是在台灣好像需要這麼強烈保濕的人不多 因為台灣的氣候本來就比較濕潤 所以我建議皮膚真的很乾很乾的人 再買這一瓶喔 最後一個 礦物礦油蜜粉 可是這一款在台灣的銷售好像也不錯 但是我要介紹它的原因是因為 台灣人用它的方式跟韓國人用它的方式不太一樣 因為韓國那邊氣候很乾燥 所以通常韓國的粉底液或是氣墊粉底 你上完之後皮膚都是那種油油亮亮的感覺 因為他們就是追求一個水光感 可是這種油油亮亮的感覺 在台灣看起來就會很像出油 所以台灣人通常都會在上完底妝之後 把這種蜜粉畫在T字部位 可是通常在韓國 欸我偏筆 因為韓國人他們常染頭髮嘛 所以其實不能常常洗頭 要不然很容易掉色 可是有時候空氣瀏海的地方會出油啊 他們就會拿一罐這個拍在頭頂 會變白白的嘛 然後鋪一拖之後 頭髮看起來就完全不油了 而且就算沒有洗頭看起來還是很蓬鬆 他們有些人也會拿這個 把它鋪到衣下 所以我覺得台灣人買這一顆超划算的 因為它又可以當蜜粉 又可以當乾洗頭 又可以當瑞納 最後 其實我原本也想要介紹這個七色面膜 就是它有七個顏色 分別是不同的功能的面膜 你可以沿上不同的部位就刷不同的顏色 可是它有七個顏色 我覺得要一個一個介紹實在是太麻煩了 所以我今天就把這七色的面膜 全部都送給你們 怎麼樣呢? 詳細的抽獎方法在我Facebook的粉專 好 今天介紹完了四個商品 希望你們下次去Innisfree Shopping的時候 就不要再忽略他們了 試用看看 搞不好會有發現新大陸的感覺喔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頻道 請按下面的訂閱 不然也可以追蹤我的IG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明天會見到新大陸的阿富汗 未來會見到新大陸的那個 今回是幾次的旅程 好 幫我們珍珠 好 ether色太美 來が好 这份旅程 應該可以結束